是比例上面差距比較大的 阿密 第二拍的三分出手 藍底下這邊卡位的犯規 哇 雙方這邊在腳步上面有一些接觸 奧地是非常的生氣 雙方後續有一些動作 不過裁判是立刻介入 不要有人進場啊 對 注意一下的話 哇 看來大家都有記取上一次的教訓 那場比賽該不會小虎也在現場吧 沒錯啊 還是其實是我的問題啊 哇 哇 來看一下阿密 應該是要注意下面兩個人卡位的動作啦 如果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奧地的犯規比例比較大 但是吹犯規的這個裁判其實是背對這兩個人的 後續雙方倒在地上的時候 腳步又有一些動作 因為糾纏在一起啦 其實奧地反應也不用那麼大啦 對 我覺得 鎮如也是要把他的腳抽開啊 最後也是 就給鎮如原本的那個犯規而已 那進入加罰狀態以後奧地去罰兩球 那後面這一個可能就沒有去做追加的判決了 是 對 那你覺得這算鬥歐嗎 哈哈 哇 你這個人又把球丟回來我這裡啊 哈哈 我想說我們要傳球啊 不然我這邊球積得太多啊 我這邊 你幫我消化一下 稍微聊天一下而已 對 聊天一下 還好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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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必須說這個吹犯規 鎮如是有點吃虧 鎮如是有點吃虧 好